欢迎回到一南一旅,旅行的旅 去加勒比海湾,一定要去巴哈玛拿骚,又成拿素 因为它靠近美国佛罗里达,交通方便 而且它是英语国家,容易沟通 是现存53个英联邦国家中的一个 第三个原因是,它有很多度假酒店,设施齐备 第四是世界邮轮中心 有过百艘超级游轮,在拿骚注册 最主要原因是,拿骚水陆活动多姿多彩 例如海洋和沙滩,拿骚是一个拥有许多美丽海滩的城市 不但潜水和观赏海洋生物,很有趣 去沙滩消闲,也是十分受欢迎 因此吸引不少美加游客 我们第二次来拿骚的时候 一天就看到五艘巨型游轮靠岸 拿骚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般 也因为太多游客 拿骚的物价普通偏高 街边当一个夜清 较价7美元 在其他加勒比海城市 不过是1到2美元 这条片介绍拿骚八个景点 包括罗森议会广场 天堂岛 亚特兰蒂斯度假酒店 军越巴哈马 菲卡斯堡 游浪海湾大街 西山街 又叫红伞街 体验本地文化 参观酒厂 尝试rum cake和狼母酒 如果在拿骚只有半天或一天时间 这些节目可以说是精选 值得一事 这条片由人手制作 Chat GPT优化 现在我们在镜头看到的 粉红色建筑物 是罗森议会广场 是一座殖民建筑 拿骚的众议院 参议院和最高法院都在里面 至今仍在使用 广场中央处立住 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 雕像百多年前由公众捐赠建成 英国文化在巴哈马 有助深远的影响 美国独立革命之后 当时一些效忠英国的人士 逃离美国来到巴哈马群岛 劲儿带动了巴哈马群岛的繁荣 也导致了英语在该国的地位 罗森议会广场的外面 就是海湾大街 两旁有各式各样的商店 餐馆和酒吧 喜欢购物的一定要来逛逛 本地特色食品有海洛沙拉 Kalik啤酒 还有当地的公车 镜头所现是皇家加拿大银行 皇家加拿大银行 是一家颇具规模的银行 但店面相当保守 相比之下 FTX那种 电大本少的虚拟货币公司 和创始人SBF 反而在旅游推广上面 更有影响力令巴哈马拿骚 广为人知 如果早一年过来 还可以去FTX的总部朝圣 可惜一介金融财俊 抵不住贪婪 由天堂掉到地狱 说到天堂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拿骚的天堂岛 从这里 我们可以去亚特兰蒂斯度假中心 一个文明世界的旅游圣地 是加勒比海 最大的水上乐园 也是一个地标 很远都能看到 度假中心几乎占了整个天堂岛 并聘用6000个当地居民为员工 我们来这里有好几个原因 第一是它有一个世界级的水族馆 就在酒店大堂 另外它有 一个加勒比海 最大的水上乐园 对外开放 门票150美元 这个酒店不单有停车场 还拥有自己的码头 方便富豪从水路出入 普罗大众则 可以5美元乘坐渡轮 从游轮码头来到亚特兰蒂斯 镜头所现 是名为Million Dollar Chair百万美元龙椅 是吸引游客的噱头 另一个度假酒店是君约巴哈马 举世闻名 它是因为有一部纪录片 火花 专门介绍这家酒店的规模和日常营运 做生意能够做到出一部纪录片 那是非常成功 好奇心驱使令我们想来一窥庐山面目 亚特兰蒂斯和君约巴哈马都有全包套餐 吃喝玩乐一个价钱 如果不是坐游轮过来 这样的全包套餐物有所值 我们这次来一个有趣经历 从游轮码头去军约面包车 每位需10美元 出租车约25美元 但坐当地公交车只要1.25美元 同样是面包车 而且有冷气 就是画面的这种 缺点是等候时间稍长 车站就在海湾大街和福类的礼节 为了更贴地体验本地人生活 我们赏试了这种公交车 还看到司机一边开车 一边吃饭的情景 而且他当时没有佩戴安全带 沿途看到当地人的真实生活环境 跟我们在市中心看到的旅游设施 大相径庭 镜头一转 我们来到了菲卡斯尔堡垒 他在拿骚式的珊瑚山顶上 入场费1美元 虽然是一个小堡垒 但位置显耀 居高临下 炮口对住海湾 任何船直进来 接在他火炮控制范围之下 他既是历史古迹 也是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 游客在瞭望台上 可以欣赏拿骚式的美景 了解这座堡垒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堡垒地方不大 但有限场景说 讲述他多年为拿骚提供保护 这座堡垒的形状 向搜轮船 建于1741年 以抵御西班牙入侵 堡垒有七门大炮 还有一个地下监狱 被用作监禁囚犯和奴隶的地方 曾经用作信号站 通过烟火来向岛上其他地方发送信号 后来被天堂岛的灯塔取代 拿骚的另一个旅游热点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西山街 有人叫做红散街 这里有个重个样的特色小店 从卖雪茄的到卖巧克力的都有 全部以游客为主 而且价钱不便宜 我们在数家店铺转了转 找不到地道特色土产 拍照打卡 让车时往下一站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拿骚特产 约翰沃特林的朗姆酒厂的情景 这个酒厂的特色是全人熟 如画面所现 规模细小 甚至有人说是简陋 不卫生 跟不上时代 也有人说它是原汁原味 今时今日 人手酿酒事 难能可贵 观点与角度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但有一点是大家都会认同的 是价钱比得上大品牌甘毅 现在大家 陷到的是酒厂市酒餐厅价格 别的不说 一小杯狼母酒味 抱病要8美元 并不便宜 以上八个景点 足够我们再拿骚完一天 这一集到此为止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与您的亲友分享 谢谢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